各位觀眾你們好,我是港豬 今集的節目會和大家分享倫敦不同區域的比較 據我所知,很多香港人都會想移民去英國 而倫敦是其中很多人的一個心儀地區 我曾經聽過有些人說倫敦是不同區域可以有很大差異 例如東面和南面有些人說會比較差 而西倫敦是一些富人區、中產區是比較好的 究竟是不是呢? 今天我選擇了六個大的指標 就是樓價、教育、治安、當地人的就業和收入 公共交通和人口的族群 去分析一下不同區域有什麼特色 方便大家去想一想,究竟哪些區域是適合自己移居的 首先講一講,我的資料都是收集回來的 問朋友和收集數據和資料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給大家一些準確的資料 如果你們真的有經驗住過在倫敦 有些補充或者有些不同的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首先講講倫敦在哪裡 倫敦就是在英國的東南面 如果要再細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中間就是所謂的City of London 而周圍是圍著三十二個我叫Boroth的地方 Boroth應該是叫做區或者是市鎮 這裏我用區來形容 加起來有三十三個區 看到眼都花 實際上我們怎樣去理解 怎樣去分呢? 我看過一個調查 就是一個2014年英國的網站 這裏我用區去做的 他們就訪問了過千個倫敦的市民 就問他們對於倫敦如果分成東南西北四面 他們對於這四個region 有什麼不同的印象呢? 用什麼形容詞去形容呢? 看到就是東面最多人用的字眼竟然是Poor 另外就是Rough和Dirty 都是很多人選擇的 似乎真的跟很多人說 東倫敦不是太理想 好像都蠻吻合 雖然東倫敦也有更好的字 例如Arty或者Fun 這些up and coming 但整體來說 最多人用的似乎都是Poor Dirty這些字眼 至於藍面 看見似乎都不算很好 例如Rough、Poor、Dirty這些都會有 Dow這些 似乎倫敦人對於藍面的印象都是一般的 相反去到西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分差 你會見到最大的字就是Posh 就是上流社會一點 優雅一點 優美一點的意思 我所理解Posh這個字 另外就是Pretty Culture Clean Pretty Cosmopolitan 全部都是不錯的 至於北倫敦 用的字眼都不差 例如Intellectual Family Friendly Culture 都是這些比較正面的字眼 由這個調查看來似乎 如果大家初步要找深水的定居地 在倫敦 會不會看上去西倫敦、北倫敦 這些會比較好些呢 我們接下來就會用六大指標去看看 首先就是樓價 香港人都很關心 買樓便宜嗎?租樓便宜嗎? 我們看看 這個網站就綜合了過去一年的數據 看看究竟倫敦的樓價是怎樣 如果看回整個英格蘭和威爾斯 即英格蘭和威爾斯 平均的樓價大約是29萬8千磅 即是差不多30萬磅 而倫敦你見到是一倍以上的 是63萬磅 而且過去一年的變化也大些 是4%的上升 而相信英格蘭和威爾斯 只不過是2% 你會見到在倫敦要住屋 似乎負擔也挺大的 如果我們再看下去 這個圖是看得很仔細的 不止剛剛說的33個區 再細分了 你會見到這個 真的符合到 剛才我們說的東南西北 那個分類的印象 你會見到就是 樓價比較貴 除了集中間 中心點通常都比較貴 你會見到另外比較多 樓價比較貴的地方 平均樓價越深色就越貴 你會見到就是西南面 西面這些會比較貴 相對上來說 在東面 是似乎的顏色比較淺 尤其是在泰吾士河以北 那部分的東面 你會見到是零零射射 是淺色一點的 似乎真的 好像一個基本印象 好像成立了 就是見到西面 不知道是否因為環境好一點 所以樓價也貴一點 而東面相對上似乎差一點 如果再分 用剛才我們說的33個分區去看 你會見到就是 似乎這個印象也是在這裏反映到的 中倫敦當然就會貴 中間樓價超貴 即是粉紅色那裏是最貴的 其次數到是紫色那些 可以見到 有一些都是坐落於西南面 或者北面 另外藍色那些 相對上算是貴的 比較多都是在西北面 西南面 東面是比較少這些深色些區域 相對上比較淺色的區域 而事實上據我所知就是 在倫敦的西南面 例如 例如 你會見到 倫敦的平均樓價在這裏 是六十多萬 跟剛才的另一個網站的數字差不多 都是六十多萬左右 你會見到最貴的當然是中倫敦 是差不多一百四十萬 是六十多萬 是六十多萬 那真的很厲害 過千萬港元 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 而數下去第二 就是西倫敦 就是一百萬 左右 也都是 如剛才所說的印象 原來樓價比較貴 除了中倫敦之外 就是西倫敦 這個不知道是否反映了 居住環境比較好些 比較高尚的住宅區 再數下去就是南倫敦 和北倫敦 都是七十多萬 而相對上 你會見到最差的 就是東倫敦 50萬磅都沒有 平均的房價 似乎這個東西分野的印象 在樓價上都能夠反映出來 這些資料可以幫助大家想想 可以按自己的條件 按自己的一些情況去想想 究竟如果你想去到租或者買的時候 在倫敦哪裏落腳呢 下一個我想說說的就是治安 這個我相信所有人都會很關心 移居到一個地方 當然希望在一個地方 治安比較好些 這個圖就是我在英國的警方網站找出來的 它裏面就是說 在2018年8月到2020年7月 發生的罪案數字 和用不同顏色去做一些分佈 這個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所有不分罪案類型的總數 首先一個大圖就是 將它分成33區 而另外你看到左下一個小圖 它這個就叫做 Command Unit 我相信就是他們警方自己 在達倫敦那裏做的一些分區 你可以看到無論是大圖也好 小圖也好 似乎中部的位置 尤其是Westminster 這個位置似乎是最厲害的 除了這個特別的例子 中心區之外 我要看到就是 分佈不是差很遠的 如果你看大圖的話 看小圖你會看到 西南面婦人區 剛才說的婦人區 相對上會淺色一點 現在我是用按鈕指著 這裡相對上淺色一點 另外北倫敦這些都會淺色一點 似乎這些地區的罪案率 可能都會相對上低一點 再細分 看看這個就是Rubbery 你看到同樣地 Westminster也是最高的罪案率 在Rubbery這件事情 而其他你看到中倫敦 相對上都是偏高 如果看細圖 會看到西南面 南面這些都相對上 會比較少 老粒的情況發生 看看這個就是Volence Against The Person 應該是 類似是用暴力去侵害人的一些罪行 會看到就是 今次會看到 明顯地 中間、南面、東面這些 都會比較深色些 這些位置 而西南面會比較淺色些 即是說罪案會比較少些 另外西北面這些 這些都會是一些比較少些地方 似乎就是東和南面 都相對上多些少 再看看Drug Offences 就是一些毒品相關的東西 包括是販毒 和管有毒品 會看到又是 南面相對上 顏色會比較深些 會看到 以及中倫敦也比較深些 而在西面這些地方 西南或西北這些 相對上 顏色都會比較淺色些 即是說罪案的數目會比較低些 從這些數字的分佈圖 大家可以有一個概念 就是在罪案來說 東西的分野沒有那麼大 中倫敦其實都挺厲害 而西倫敦 跟東倫敦比較 那個分別 如果整體的數字來說 未必要很大 反而南倫敦 就是我們值得去註視 會不會罪案 尤其是Drug 或者Wallens 相對上會比較多些 如果大家需要考慮 去居住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詳細想看看 逐個細分區看 可以去到畫面 右下角這個網址 就可以看到 警方提供的一個圖 它應該會定時更新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找到 各區的資料 下一個要講講的就是 教育 因為很多打算移居到英國的朋友 相信都會是一些有家庭 而且小朋友都還小要讀書 如果大家有聽過的話 英國就是有一個叫offstat的機構 他們就會去到不同的學校 去做一些視察 一些inspections 然後就會去做評分 對於學校的質素 由1至4分1是最好的 outstanding 2就是good 如此類推 到第4就是最差的 而我現在看到的圖 就是會讓大家看到 學校在每一區的學校 將所有的分數加起來 例如說 所有outstanding學校就是1 所有good學校就是2 加起來拿一個平均分 就會知道 分數越小 就自然越好 也會越去接近綠色 而相對上分數是越大 就是比較差的 就會比較近紅色和橙色 我們先看看 就是secondary school 即中學 要注意就是這些數字 說的是 stay school 即是independent school 是不包的 因為私立學校 他這裡沒有反應出來 所以我們看看stay school 究竟 看到分佈 很明顯 這個東西面的 所謂分界 所謂東面比較差 西面比較好 似乎在學校那裡 你會看到 紅色和橙色 真的比較集中 在倫敦的東面 學校的評分比較低 綜合評分 而綜合的平均分比較高 就是偏向於比較西面 我現在看看 就是在倫敦這麼多區裡面 最好的分數 就是每個10個區 我們排名分分先後 看看哪些區 例如 Cansington和Chelsea Westminster Southwark Merton Kingston upon Thames 等等 你會看到比較多都是西面 伊寧 伊寧也是一個比較多人 會留意 有些香港家長 也會留意 我自己也有朋友在那裡住 他們也說 這些都是英國當地人 有些都會覺得 是比較傳統 所以中產 甚至是有錢一點的區域 再看看 這個就是primary school 就是小學 一樣 都是綠色 就是最高分的平均分 就是最好 而紅色就是最差 我們又看看 十大排名 看看究竟 在倫敦小學 平均offsteak 的排名 最好那10個地區 看到都是中間 和比較偏向於西面 同樣地 都是在東面 都是比較多 在接近橙色那些 不過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在北面的Enfield 竟然都是 在整個倫敦裡面 是最紅色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會不會就是 有一些特殊原因 如果熟悉倫敦的朋友 也不妨給一些意見 或者分享一下 為什麼 那區會不會是小學 寧寫差一點 這個大家看到 就是一些比較好的區域 用綠色寫出來的名字 看到比較集中 都是中和西面的倫敦 由此可見 在學校 在教育這方面的評分 似乎好一點的學校 都真的在西面 這個似乎是 吻合了我們 東西的分野 接著講講就業和收入 這個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 如果那個地方的 失業率是高些 會不會那個地區 社會的 那個治安位穩定度 會不會那麼好呢 當然也要想一下 自己去住一個區 會不會住在一些 失業率比較高的區 會變成難找工作 又或者收入比較低 這是一個表列的排名 越低就越好 綜合的資料就是 過去很多年 如果我們看 由16年至19年 就是藍色的原點 越細數字當然越好 因為這個就是失業率 我們綜合了 比較低失業率的地方 大家看看 Richmond upon Thames 都是一個傳統的富人區 比較有錢的區域 失業率比較低 另外Merton 這些 這裡看到 分佈 其實你看到 東南西北都有 不可以說 東面是稍微差 南面稍微差 不過 似乎分佈上 在西南面和北面 真的 較低失業率的地區 是比較多 相反來說 失業率低的地區 在東面 南面是會少一點點的 看看 較高失業率 再看看 十大最高失業率的地方 相對上來 分佈 似乎真的在東面 倫敦 會比較多 失業率比較高的地區 而西面 會比較少 相對來說 當然也有 例如Blend 這些都會在 失業率比較高的地區 但是 如果說數量上 西面 西南面的倫敦 絕對是少過東面 另外看看 稅後的家庭收入 這是2008年的數據 可以看到 每週除稅後收入 比較高 即比較深色些 集中是在西南面 另外 在一些邊皮的位置 例如說 東南面 北面 或者西北面 比較邊皮的位置 和北面 都會是相對上 收入比較高一點的 而在 東面 尤其是 泰吳士河以北的 東面這些地區 就是最淺色的 似乎真的 它的收入 相對上比較低的位置 最淺色的區域 都是在這裡 似乎也是在這裡 有一個東西的貧富差距 似乎在收入 另外就是 貧窮的兒童 Children and Poverty 這是2009年的數據 同樣地 在屬於 貧窮的兒童的比例 你會看到 藍色這些 都是集中於西南面 剛才說的東南 西北 或北面 都是比較少的 而去到 東面 你會看到 又是比較高的 似乎 很不幸地 從這個數據 又是反映到 倫敦 似乎 東西方面 真的有個貧富差距比較大 再看看公共交通 這就是公共交通的便利度 當然 如果大家開車 這方面 相信大家可能的關注度會較低 這幅圖顯示出來 在大倫敦範圍內 不同的地方 他們距離一些 常用的公共交通服務的距離 越深色越好 但大家看見 很明顯 這個好像媽媽的女人 中間的倫敦當然是比較好 交通便利度比較高 而遠的時候 通常便利度會較低 大家留意一下 最低的公共交通 既然有這些區 這些是甚麼區 剛才說過西南面是有錢人的區 有錢人為何會 公共交通便利度較低 會不會是因為有錢人 這些是有錢人的區 所以可能他們真的不太需要 去坐公共交通工具 可能出入都有撥撥車 這個可能是 大家可以再試試一下 如果再看回這個圖 這個就是把倫敦的鐵路 和鐵路 去做一個分區 去標示不同顏色 你會見到就是 剛才說的負人區 可能真的 因為他們的車站數目比較少 以及線路都比較少 這些可能真的 傳統上沒有太需要 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 如果整體來說 如果我們數一數 是一些站的交匯處 幾條線的交匯處比較多 當然不用說 一定是中部 例如Westminster 或是City of London 這些地方 但值得留意的就是 有些區域 雖然它去到比較遠一點 例如倫敦我們說 Song 3和Song 4 好像伊寧這些 但原來它都是 很多條線交匯的 這些位置 所以 如果你需要一個交通便利度 無論是對外離開倫敦也好 又或者是回到倫敦其他地方也好 如果大家在這幅圖 想找到哪些地方 是比較多線路交匯的時候 可能要尋寶會找到一些地方 就是它不是在正序市中心 但是它們的 又是可以是幾條線交匯 所以交通都比較方便 例如剛才我講的伊寧這個 或者很多香港人都會留意的Haro 這些似乎都是很多條線交匯的 第四、第五區 伊寧、第三、第四區 相對上 不是最中間一、二區 但是車站數目 和線的數目都是比較多 這些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詳細看這個圖 可以去畫面的左下角 大家看到這個網址 這幅圖是這位人興 他準備的 你可以去這個網址 找到這張圖 看看究竟 在不同地方的分區 裡面的車站的數目 以及有幾條路線 是經過這些區 方便大家 如果大家不是自己開車的 是一些會搭公共的工具的話 這些資訊 我相信會方便大家去分析一下 哪個區適合自己去住 最後想說說的是人口族群 即是不同類的人 不同種族 不同語言的人 會居住在什麼地方 先看看亞洲人 會看到亞洲人比較聚居 在倫敦 就會在西面 西北面 和東北面 這些比較多 但如果再細看 中國人 你會發現 分佈的差異沒有那麼大 主要是圍繞著 泰晤士河兩岸 和中部比較多 再看看其他的Asian Indian 你會看到 就像剛才第一張圖 會在西面 西北面 和東北面 比較多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Asian之中 是印度人佔得比較多 而類似 大家看看 巴基斯坦人都一樣 都是比較集中於 東北面 東北面最多 另外西面 和西北面都會有多些少 可能就是 在亞洲人之中 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佔的比重 所以他們的聚居地 都會反映在亞洲人的聚居地 再看看 孟加拉人 他們聚居在倫敦的東北面比較多 相對上白人的聚居地 就有少少不同 首先 我們第一次看到 就是比較多白人聚居的 似乎 就會在西南面 我們說了很多次的 所謂傳統的富人區 有錢人的區域 除此之外 好像剛才收入的部分 這樣說 在一些倫敦的一些 邊皮位置 例如說 西北面 東南面 東北面最遠的這些地區 不知是否因為這些地方 比較適合一些 追求生活質素的人 不知關不關事 還是白人喜歡住得偏遠一點 寧願每天開車上班 回市中心 所以會看到 這些地方都會比較多白人住 最重要的是黑人 黑人 你會看到聚居地區 反而比較多在南面 還有就是東面 另外北面也有一些 似乎分布就是這些 西面有個別地區 也會比較多 但整體來說 似乎最深色的 最多黑人的地區 就是在南面和東面 之後就說說語言 除了種族之外 語言也是一個 可能大家會考慮的因素 這張圖就會看到 就是英語話 主要說英語的家庭 聚居地 越深綠色 表示越多 會看到 好像剛才所說 會不會就是這些區域 這些東南面 東北面 最遠處這些 或者是西北這些 會不會就是因為比較多白人住 所以它自然也會是 講英語的比較多 而相對上 剛才說過 一些比較多 印度裔 或者巴基斯坦人住的地方 這些區 就相對上 會比較少一些 講英語的人的家庭 最重要的是年齡 如果我們先看這張圖 就是65歲以上的人口 分佈 越深藍色 就是比較多 你會看到 又是聚居在這些地方 這些 偏遠一點的角落 例如西北面 東南面 東北面 這些都是比較多 又是比較吻合 剛才我們說的 白人這些區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比較多白人 他們退休之後 喜歡移居這些地方 所以就是令到 整體上來說 一個長者的聚居地 會比較多在這些偏遠地區 或者應該是邊皮地區 而至於我們說 0至15歲 即是小朋友 我相信這些 就會比較多在一些 年輕一點的家庭 最重要的地方 大家會發覺 分佈是沒有那麼集中 在一些偏遠 偏遠 或者是邊皮的地方 反而集中於比較 東面比較多 另外西面 北面 都有一些集中地 如果你們本身 是一個小家庭 一個年輕家庭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 看看會不會覺得 這些地方 值得你去考慮 會不會真的適合一些家庭 配套社區 配套家庭 而相反 如果你是年紀比較大 可能你是退休 甚至已經退休 你會想找一些 適合長者居住的地區 可能你可以參考一下 剛才上一張圖 看看會不會這些地方 更加適合你 可能社區更加適合長者 最後 在剛才說的六大指標之外 有一個償合指標 給大家 就是一個綜合指標 我們可不可以把一些 不同的數據 各大領域的數據 去整合出來 是有的 倫敦政府做了一個 這個調查 它是定期做的 最近一次是2019年做的 就是叫貴罰指標 即是說 在這個七個範圍 在七個不同的範圍裏 即是 income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living environment housing 和crime 這七大範圍裏 都會有不同的評分 看看 在這七大範圍裏 會不會是 滿足度 充足度 不夠的地方 即是貴乏一點的地方 會顯示出來 當然你會看到 它有不同的權重 例如說 收入 和employment 就是就業佔了最多 差不多接近一半 而教育和health 相對上又會低一點 至於 聚案 living environment 都會再低一點 而他們就綜合了這七大指數 就可以得出一個總評分 就可以知道 在哪些區 那個貴乏指標 是怎樣 當然 越貴乏就表示越差 那個地方 似乎就是 相對上可能的居住 不是那麼好的地區 這裡看到上面 就是15年和19年的變化 好消息就是 整體上來說 倫敦你會看到 深色的地方是少了 不論左邊這個分33區 或者右邊這個分小區 你會看到 似乎深色的地方是少了 以2019年這個 即是以左下角為例 你會看到 可能真的 都可以吻合到傳統的人的看法 就是西南面這些地方 可能就是傳統的有錢人的區域 變成了 他們整體上來說 貴乏指標是最低的 是白色的 這些地方 似乎是一些最理想的居住地 而另外在西北的倫敦 比如說很多香港熱衷的Haro 都會是白色的 即是現在我指著這裡 這些或者是另外西北 這些都會是比較好一點的地方 即是貴乏指數比較低的 而整體上來說 你會看到其實中倫敦 都挺深色的 另外東面和南面都會深色一點 北面也是 相對上西面深色的情況 尤其是西南面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 可能你會覺得西北和西南 可能真的比較 整體來說 居住環境比較好一點 我們看了很多數據 究竟這個所謂東西的分野 東面是窮的 西面是比較富庶的 是否成立 個別地區來看 東面似乎有個別的地方 比較貧窮 比較相對上 數字上偏落後 而西面似乎有些地方 數字上偏強 希望今天整理了我的數字 給大家一個參考和分享 方便大家去到選擇 大家如果想定居去倫敦 就住哪些地方 日後我會再寫多些文章 和製作多些影片 再仔細看看 看看不同的分區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了解多些少 如果你真的想定居倫敦 請你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可以追蹤 也可以點讚我的Facebook 我會有更多文章和影片 在上面會分享給大家 再仔細分析不同地區的情況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你分享給我的朋友 可以點讚我 也可以訂閱 如果你還未訂閱 請你去訂閱 日後會有更多相關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今集時間到了 希望今集內容可以幫助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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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